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360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 你好我是传希 首先呢带大家关心几个天气上的重点 就这几天呢依旧是高温炎热哦 这个午后震雨容易出现这种天气状况 需要留意的是这个今年的第八号台风 金鱼台风已经形成了 不过呢它对台湾影响是比较小的 因为它接下来移动的路径呢 是逐渐往北往这个中国大陆的方向移动 不过需要留意的是这个台风后头的这个南方水汽 随着这个南方水汽呢逐渐北移 在这个东南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呢 开始出现一些震雨的情况 所以在东南部以及南部地区啊 这个降雨呢已经不再局限是这个午后对流雨了 在中午之前呢也有机会下起一些震雨 如果有要外出啊记得携带雨具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预测图 这个金鱼台风呢逐渐往北移动 它带来的是后方啊 南方的水汽也是跟着这个台风逐渐往北移动 所以在这个东南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呢 开始出现一些震雨的情况 而且啊在这个南部沿海也有机会出现这个长浪的情况 所以如果在海边活动朋友们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浪会变得比较大一些哦 尤其是这个南部地区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降雨的部分 在礼拜一的降雨呢 主要是这个东南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出现的震雨情况 至于在北部地区呢需要留意的是这个中午过后造成的对流雨哦 所以呢在北部地区主要是降雨 就是集中在这个中午过后 至于在温度的部分呢 北部东南部地区高温来到35到32度 中南部地区大约是32到34度这样子的高温状况 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呢非常炎热哦 如果没有下起雨来呢感觉还是比较闷热一些 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穿着比较透气一点衣服才不会这么热 在低温部分呢也不低哦 北部东南部25到27度 中南部地区25到28度这样子的低温状况 好的以上是既然天气谢谢您收看